震耳玉龙的呐喊声 国安必胜的呐喊声 响彻工人体育场 在凄冷的冬雨里 比赛就要开始了 这是中超最后一轮的比赛 2012赛季的最后一轮 好 打到进去里了 国安队这边有空当打门 杨志 吴平峰传球 这边彭心力过渡了一下 克莱奥一晃 晃过了鱼洋 卡努特坐回来 你看恒大的这种压迫 机会 格龙 格龙 这边宝龙定方格龙 还是非常严密 好 再交给格龙 格龙这边有开过地 直接打门了 球 玩开场以后的第一脚打门 格龙对手选择打门也没错 向前突的是吴平峰 吴平峰 这又出现了一孔当危险 荣昊 给了荣昊起脚的机会 接到球 江青青传起来 机会 这个球居然没进 还有 还有 再打 王昌进还是没有把球拨进去 太可惜了 太可惜了 这一下 再看这个球 王昌进打 这是赵元熙 赵元熙回来把球挡住了 其实李帅都已经投降了 而且这一下非常有可能 确实打在手上 但是距离太近 对 赵元熙也没有张开手臂来 不要再跟宝龙纠缠了 这球还是传出来 投球打过来 没什么威胁 吴平峰直接打到进去里 第一点是卡努特 把球解围了 这球呢 可惜的是 球反弹之后 球的线路受了一点影响 王昌进 王昌进自己来突 连续晃动 打门 哎呀 想传中的时候 这个球来回做了一个转移 卡努特 投球攻门 差一点点 这非常有质量的一头啊 有优势 但是这并不能直接带来胜利 我们来看看这一次 这次机会来了 张希哲 好球 在两个人的人缝当中 王昌进 王昌进 这一角凌空暴射打高了 他自己也是懊恼不已 这边赵旭日的传球 危险 这球无打无撞 好球 就能把球断下来之后呢 转身再交 看看这边有没有跟上 王昌进 好球 好球 机会 打门 球偏了 对 虽然是左脚 但是呢 胡月威啊 好球 不过好在最后这球也没有推进 对 杨韵在传到中间 球还是护下来 将给徐亮 徐亮打门吗 直接挑传了一个 打门 出锁了 出锁了 张锡哲 比赛的第94分钟 第94分钟 绝杀出现了 绝杀出现了 无论我们的对手是谁 在最后一场比赛的最后一分钟 用这个绝杀来打谢球迷 显直是完美一场 张锡哲在门前非常冷静 张锡哲在门前非常冷静 时报 张锡哲 没有比这更好的礼物了 中大的后跑线犯了一个错误 對